華山文創紅庫 很多人在排隊 第21次台北國際外國創作台電 新台電傳 一陣子就很多人排隊 但要一筆買東西 第一代跟三代 現在就是在排十一點的大致 因為它前面有十點的人在前面 所以感覺就卡到十一點 排十一點這邊的時間 就感覺有一點點不公平 這都名的品牌的泡泡馬特 專局有很多粉絲 就連Blackpink和Elisa 也是西東的粉絲 都順帶隊也一定買得到這麼毛利 TTF21屆這樣子一路走來 我覺得可以算是越來越多人踏入設計師玩具 因為扭蛋相對來說比較小 你在展示的時候就是會比較閃這樣 不可動的玩具的話 大家還是會覺得 我想要擺起來好看 或是擺起來是大的 讓大家吸引注目的這樣 從阿祖上有幾毛的玩具台電 進行到現在還在新的世界產業 今年開放三年中關係的故事 還要請來煮海來刮 不然泡泡馬特 還有ToyZia Plus 跟一卡爛爛爛爛 超過140的餐廳等位 Robin這一次第一次在這種玩具展出現 然後他其實是比較傳統藝術 就是做雕塑的 是希望說可以帶給也喜歡潮流玩具的粉絲們 跟客人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一面的設計 這個玩具展可以說是世界上我覺得最好的潮流玩具展 真的很多人會來 現在合完就是近年來都是我們產品的主力 所以這次預估的話來到我們攤位的人制 預估大概會有五到十萬人的人流量會過來 所以我們很看好這一次的展會 TDF不然是電燈 又是世界書學生官部高地委邊台 有世界書的十七頭蜜 官創作品當代的十丁丁 都管理電視努力用 記台創作國學館的隔壁 因爺調流的出責 跟市長未來驚訝 美食新聞 台北部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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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